猎犬vs豹子 现在是猎犬占了上风 因为数量比较多 这个豹子反应能力非常快 爪子相当的凶狠 这两只猎犬也相当的给力 等待主人的到来 两只猎犬根本就不敢出手 反而遭到了豹子的反杀 最少有5只猎犬才能打败豹子 而且猎犬都是经过专业训练的 现在数量多了 可以了 这个大黑狗还是挺猛的 给豹子逼的真是走投无路了 这个白色的猎犬够凶猛 自己就杀过去了 再看看豹子轻松的拿下大黄狗 一点反驳的机会都不给 直接带到树上 说明平时这个豹子经常狩猎家犬 它会潜伏到村庄里面 然后把村庄里面的家犬拿下 一到晚上它开始行动了 很轻松啊 又拿下一只 看看这个潜伏能力啊 这碎的正香啊 直接打包带回家 干的漂亮 勇敢的马赛勇士啊 准备出征狩猎 今天的狩猎目标呢 就是狮子 在做着各种的仪式啊 而且还在准备着各种武器 他们呢至今还保留着 大刀长矛弓弓箭的狩猎方式 非常的勇猛啊 善于奔跑 狮子呢是丛林之王 也是百兽之王 他呀很难对付 看看狮子今天准备狩猎大羚羊 这是马赛猪自己饲养的牛羊啊 大羚羊啊 是羚羊当中最大的一款 轻松的拿下啊 这远处的猎豹啊 一直在寻找机会 正面的狮子呢在狩猎骄马 现在马赛勇啊 开始进攻 准备出击了 虽然长得黑点啊 但是体格子好啊 善于奔跑 而且使用的全是最原始的武器 这要求点技术了 一伞来飞枪啊 这奔跑的速度啊 可以追上狮子 这是罗角大羚羊 现在狮子已经狮猎成功了啊 马赛勇士啊 准备从狮子的口中 直接把食物抢走 如果允许的话呢 连狮子一起收下了 就看狮子啊 给不给面子了 如果不肯放弃食物啊 连自己都得搭上 看这小飞枪啊 相当的给力 没有办法啊 狮子王轻松的放走了食物 只能逃跑 疯狂的沸沸 狮猎小狮子 看看这小狮子啊 刨漆 结果被这个沸沸盯上了啊 轻松的哪下 直接带到树上 这一顿玩耍啊 母亲狮子回来啊 已经晚了 但是发现小狮子 已经被沸沸带到树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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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